6月3号,成都市第五次龟桥桥卷代表大会在成都开幕 会议期间,多位乔治企业代表就疫情期间 乔治企业如何顺利复工复产,如何提升企业竞争力等话题展开研讨 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 目前,成都大部分乔治已经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在四川如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成都乔治企业联合会监事长李慧全看来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企业应急能力提出考验 也为企业转变生产经营思维提供了一个契机 通过这次疫情呢,让大家意识到自己的产业要向会得更好的发展 可能还需要照不同的差异化 且深入挖掘自己产品的优势在什么样的地方 比如说软实力,银实力,那么你的创新能力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疫情爆发后,国内多家酒店为了自救推出外卖送餐服务 其中就包括成都立天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乔商会副会长周明开在成都的酒店 随着疫情在海外迅速蔓延 周明还将在国内积累的外卖经验推广到他在澳洲的多家餐饮门店 实际上我们现在酒店煮的那些外卖平台 都是把它放下生端来对社会开放 让人家原来做的很高档的东西 现在低下来让大家去接受它 特别我们在澳洲 原来的外卖平台都不是很强烈的,很大的 但是现在通过那一次 我们自己建立了自够的一些外卖平台 也加入了我们国内拥护的一些外卖平台 而且效果还很不错 作为2013年回国发展的新桥人士 成都市天府石墨干锅有限公司经理 新京县乔连副主席郭福表示 近年来成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特别是疫情期间 成都还率先出台为地摊经济松绑的相关政策 在此背景下 他希望乔治企业能有更多机会被社会大众所认识了解 对于我们乔企或者说对于民营企业 其实我是在想政府能够再出具一种地摊经济的延伸 比如说那种产品交流会经济 在当地先开展一个类似于产品交流会的一些活动 让我们的产品在当地就能够得到一个市场一个拓展 以及那个民生的一个提升 郭福表示他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加强乔商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最大化利用乔务资源实现抱团发展 企业一般来说还是推荐两条腿走路 就一边是国内市场一边是国外市场 所以我们其实很希望类似于乔务工作者 或者说是乔商能给我们带来其他国家的一些需求的一些信息 能让我们在这上特别是疫情过后 全世界的秩序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稳定的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能马上能开展两条腿走路的这种情况 就能把我们的产品带出去 把外面的一些好的一些信息带回来给到我们